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威姆斯 威姆斯在山西南南被浙江广上淘汰之后,就返回到了东莞,自己在中国的家 确实威姆斯的心还是在广东南南身上 因为他在广东南南创造了无数的辉煌 即使在最后一年打CBA和山西队签约的情况下 他依然在多个场合到广东南南的比赛场地观看前队友的一些比赛 确实他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样一种态度 我觉得威姆斯将来如果下个赛季没有任何一支球队签他的话 完全可以回广东南南加入教练组,可以做一名优秀的分线教练 因为广东南南的分线球员虽然很多 但是真正出类拔萃的没有几个 需要威姆斯的经验,需要他的经验来给广东南南带来传承 我相信威姆斯也是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 因为广东南南真的给予了他太多 不光是薪资上的回报 而且还有更多人文的一个关怀 确实威姆斯已经把广东南南当成自己在中国的家了 希望威姆斯在今后不管是退役与否 我相信威姆斯绝对还是会和广东南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个赛季呢,朱方宇真的很有可能请回威姆斯 担任自己的一个助理教练 或者直接去带青少年作为一个轻讯的主教练这样一个身份来出现 因为如果以球员的一个角度来签约威姆斯呢 现在确实是不太可能 他所展现出来的竞技状态 已经不适合打CBA这样的联赛了 所以未来威姆斯更多的会是以一个教练的身份来回归到广东南南中 希望呢在威姆斯的复出下 广东南南的分线球员能够有茁壮成长吧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